50美分在世界各地不同货币的货币价值如下 澳洲50分硬币 Word0.50 50美分 加拿大硬币 0.50加币 50欧分硬币 0.50欧元 半美元 美国硬币 0.50美元 半荷兰顿硬币 荷兰 0.50欧元 香港50分硬币 0港元 以下是不同国家价值50美分的硬币的一些范例 1.澳洲50分硬币 2.澳洲50分硬币 50分加拿大硬币 3.50欧分硬币 4.半美元 美国硬币 5.半荷兰顿硬币 荷兰 6.香港50分硬币 这些只是不同国家价值50美分的硬币的几个例子 半美元和50美分硬币的区别在于 半美元在美国是价值50美分的硬币 而50美分硬币在许多其他国家 例如澳大利亚是价值50美分的硬币 加拿大 荷兰 香港等 在美国 半美元是价值50美分的硬币 直径为30.61毫米 厚度为1 半荷兰顿和50分硬币的差别在于 半荷兰顿是荷兰使用的硬币 而50分硬币则是世界各国使用的硬币 包括澳洲 加拿大 美国 香港孔和欧盟 香港50分硬币与其他国家的50分硬币的区别在于 香港50分硬币的尺寸较小 与其他国家的50分硬币相比 其设计也不同 香港50分硬币尺寸较小 直径为22.4毫米 而其他国家的50分硬币尺寸较大 直径为25毫米